回頭看的話這邊都有用內建函數輸出結果 接下來來看一下有關VBA 那VBA大概我大概想到的 一樣啦 兩種模式 一個是按鈕 那我們當然也可以分階段 不過這個時候就不用切 三欄 就是長寬高就可以了 那先按下它 把長輸出 按下它 把寬輸出 高 那最後的話有個清除 清除 當然我們剛剛有講過啦 可以用Range清除 或者是說你可以一個一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清除也可以啦 反正方法寫的方法 種類其實還蠻多 那最後把整個做輸出 那這個地方該整個撰寫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demo一下 第一個就是 長寬高 清除 再全部一起清除 全部一起輸出 清除大概類似這樣 不過你會發現 我的清除的寫法 剛剛是Range 不過我這邊也可以用Sales Range的話是整個範圍 先選取整個範圍之後 再點Clear Contents 那這個寫法是 一個 一個的 清除 它是針對儲存格 所以理論上 效率當然 Range效率會好很多 因為它是 一次全部刪 那這個是一個一個 慢慢刪除 不過我想 因為資料量不多啦 你根本感覺不出來 好清楚 反正 OK 那接下來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如何把那個 長的部分 給 這個 算出來 那這裡我前面講過說 如果 我今天 要 我們來 直接來看 如果 我要去 做出什麼 這個裡面的長 那我先要知道什麼 就是 也是要查這個位置 那不過特別注意就是在那個 VBA裡面 我們 Excel裡面是用Find 但是 在VBA裡面 它不是用Find 它是用什麼 INSTR 有沒有 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跟這個函數 有哪些不一樣呢 這個Find 特別說它前面先找刮弧 再去 找位置在哪裡 可是後面這個剛好顛倒 它是先找位置在哪裡 再去找刮弧 OK 那一樣它會告訴我們什麼 它一個函數 告訴我們位置在哪裡 比如說回來是第2 它回來就是 就是第2 那 這第1個 不過如果找不到的話 它會回來是等於0 等於0就找不到 這前面好像有前一題也有講過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那這裡當然我們第1個 跑一個回圈 就是 For I 等於什麼呢 等於第2列 第2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但是我不知道最下面一到哪裡的話 我可以用追蹤的 從A2向下追蹤 到 這個第8 它回來都會把8帶回來 OK 那如果當然你增加 就自動會 還是會再往下找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有個A 這個跟上個禮拜那一題很像 去找什麼 挖弧的位置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一定也是全形的 在哪邊找呢 在 B的 有沒有 在B欄的 I列 I是從2開始 所以先從 這一個開始找 裡面幫我找到 1 找到 回來是2 所以 這個 A裡面它就放2 再來找後刮虎 找到什麼 2 3 4 5 6 6找到了 所以B裡面放6 那 接下來後面有做一個判斷 如果A 假如說是不等於0 不等於0就是有找到了 其實一定會找到 那我就把什麼 用MID的函數 切什麼 一樣是切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這個公式其實跟剛剛這個還蠻像的 A加1 就是 找到前刮虎位置再加1 再把B-A在前 1 有沒有 最後的結果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C欄 所以Sales C 就丟過來 所以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沒有錯 那 寬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也是往後面找 所以這邊我會有一個A2 也就是說先找到 第一個位置 再把 A的位置 有沒有 放在這個 特別是 它的那個 參數的 順序 跟FINE不一樣 FINE的位 剛好是完全顛倒 FINE是先這個 再這個 再這個 它剛好完全顛倒 所以其實 FINE 就是 以Sale裡面的函數 跟VBA裡面的函數 功能是一樣的 可是 順序不同 所以你再 顛倒一下就好 那把A加1找到之後 就是往後面找 比如找到這個 第二 找到這個位置 他把這個位置告訴我之後 那我先存起來 就A2 再找到這個位置 就是B2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如果 有找 其實這個 這個敘述我覺得 其實可以拿掉 因為這個 應該都會 找到 所以這個 一幅邏輯 甚至可以刪掉 那就把它輸出到D欄 那D欄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一樣把A2加1 然後這個是 B2-A2-1 所以這個因為 主要是靠 這兩個參數 那所以最後做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輸出結果 把 寬的部分輸出到D欄 好輸出 OK找到了 那 最後高的部分 哇那你想說 老師那是不是就是A 先找第一個 那再找A2 然後再找A3 當然這樣寫也可以啦 不過後來我發現了一個 在那個 VBA裡面 有一個函數 它叫INSTR 它後面有一個叫做REV 這個REV 意思就是我剛剛講的 Reveral Reveral就是 從 後面找回來 那這樣我剛好看到 因為其實我怎麼知道 就是我按 那個 INSTR上面按F1 按F1呢我剛剛講過啦 就是它有些相關說明嘛 那相關說明裡面呢 它就會有一些 讓你在找其他的 就是 請參閱 那請參閱 我就找 有沒有相關的這些相關函數 有沒有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上面這邊可以執行 然後這邊有個請參閱 那請參閱裡面的話 它就會告訴我們 有沒有 這個是 這個compare 應該是 比對字串的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compare 那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INSTR REVER OK REV 我就想說 這是不是可以用這個 點進去看一下 他就告訴我 從後面找回來 我想說 這個就可以用 使用的方法基本上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後面找 所以呢 如果有 函數 那就好解決 如果沒有 那變成你要再重新再來 所以我就Rever 重新 就是 這個是 高的部分 那高的部分的話 是從後面找 所以呢 我就從後面 先找回來 找到這個位置 一樣 再找到這個位置 再切 所以呢 我用什麼 REVER 一樣去找 一樣的 B欄 這個位置 然後 掃錢瓜糊 那不過我名稱 直接叫A3 直接叫B3 那後面切的方法都一樣 那利用這個方法的話 比較 程式就比較簡潔 所以輸出 那當然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三個 一次 清除的話 其實就是 全部清空 或者你可以把這邊 寫成什麼 寫成剛剛那種 Range的方法 我是一個一個慢慢清除 那 再來的話 就是說 最後一次 把它全部 輸出 這個是 全部 全部輸出的話 可以這樣寫 不過 其實除了這樣寫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什麼寫法 就是你乾脆 剛剛不是有寫完123嗎 那其實你可以 用Core的方法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刮鬍字串 你可以這樣子 我這邊就不寫了 我就Core什麼 跨 這個 刮鬍字串這邊 有沒有 直接把這個 這個的名稱 把它複製一下 放在Core的後面 然後這邊 也是可以 乾脆Core 這個就是寬 然後再 高 意思是說 如果你就寫好了 那你就 一個一個呼叫 他就怎麼樣 直接執行 執行的時候呢 事先呼叫 長 再寬 再高 所以輸出 也可以 所以 如果你程式 假如說 很多段 那你可以什麼 分別寫完之後 再整合成一個 刮鬍字串 那 不用重新再去撰寫 這些 直接用Core的方法 感覺好像更簡單 就是分一段一段來撰寫 所以這個當然 如果說你要重新寫的話 其實也可以參考 我雲單上有放 把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長寬高 VBA部分 所以如果 因為這是 VBA程式 如果你實在是 自己撰寫有點困難的話 雲端上也有 你可以先試著 複製貼上來 跑跑看 至少 貼上以後啦 反正你按鈕應該會做吧 至少做個按鈕 然後至少按下去 讓他執行看看 那可以的話就是 把一些 你可能可以修改的地方 把它 刪掉 自己打打看 你也怕不可能 我來想翻看 你慢慢你 說到